蘇聯前總理上個星期去世了 不管你是怎麼看這個人的 他是一個終極的冷戰 促成我們世界過去50幾年的和平的其中一人 那他死的代表什麼 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 拜登呼籲叫保守派的人 立刻放棄憲法第二修正案 說根本沒有用 要打贏美國政府的話 請至少要有F-15戰鬥機在說 這個是個威脅嗎 照道理說 F-15都是用我們的納稅金買的 你在威脅我們之前 是不是應該把我們的東西還給我再說 國際間種族衝突不斷 不用說美國 很多國家都處於內戰的危機 就在這個時候 CNN竟然出來當和事佬說 欸總統不應該這麼說囉 大家應該和平相處不是很好嗎 這個是真的嗎 難道CNN改邪歸正了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個星期國際有個大新聞 Mikhail Gorbachev 中國大陸的觀眾應該比較熟悉這個名字 中文翻譯叫做 戈爾巴喬夫 這個人是蘇聯解體前最後一個蘇聯總理 跟美國雷根總統一起和平的終結冷戰的人 左派的新聞頻道現在開始把這個人捧的跟什麼一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想要承認真正終結冷戰的英雄 就像說鐵娘子Margaret Thatcher 跟美國的總統Reagan 戈爾巴喬夫他執政的初期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共產主義的 他就是一個徹底的斯達林跟列寧的追隨者 他並不是個什麼終結冷戰的英雄 只是到了蘇聯末期 整個國家因為經濟的關係 真的是完全撐不下去了 不能一直什麼都用軍隊執行 不能什麼都用秘密警察去暗殺 星期二的時候他去世了 享年91歲 我們比較年輕一輩的觀眾 或許不太記得他是誰 甚至根本沒聽過他 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從1970年代開始 在政治圈裡就非常重要的人物 除了在政府裡面工作以外 他這一輩子沒有做過其他工作 他生活在一個曾經非常強大的國家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帝國 他的政策加速了整個帝國的衰退 而且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真正接受共產主義的一個人 簡單的說 這個人的人生跟Joe Biden很類似 但是這麼說實在對於 戈爾巴喬夫來說非常不公平 我在這裡也不是在對死人不尊敬 不管是戈爾巴喬夫還是拜登這兩個死人 某層面來說 戈爾巴喬夫比拜登做得好非常多 而且他是一個比拜登好很多的人類 我知道這不算是一個鼓勵 但是他在某層面上 對這個世界是有貢獻的 他跟雷根一起 在沒有開一槍一炮的情況下 終結了冷戰 而且對他的國家有新的方向 新的改革 這兩個指標是政府透明化 以及徹底的重組政治以及經濟秩序 這兩點就是戈爾巴喬夫跟拜登最大的差別 這個老共產黨黨員想要把政府的腐敗連根拔起 而且讓人民在國家的政策裡面更有聲音 在經濟方面更自由 那拜登這個新的共產黨黨員呢 最想要奪取的就是人民的聲音以及經濟自由 而且自己本身就是政府的腐敗 戈爾巴喬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說真的戈爾巴喬夫或許就是現在美國最需要的人 如果他選2024的話 我在沒有任何共和黨的人的加入下 我可能會投票給他 我希望共和黨能給我們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方向 是至少可以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樣的 政府透明化以及重組政治以及經濟秩序 因為我們沒想到的是 柏林牆拆掉的30年後 美國會變得跟之前的敵人蘇聯這麼類似 我們的經濟衰敗 到處都是政府的腐敗 聯邦的警察變成了黨衛軍 整個美國從商業、教育到醫療 全部變成一黨獨大 而且這個國家的到處的影響力都在崩潰 整個國家都要分裂 而且到處都是被外國的文化侵蝕 人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連男的還是女的都不知道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很糟糕 不一樣的就是戈爾巴喬夫某層面還是個不錯的人 蘇聯解體 但是俄羅斯人還是很喜歡他 那拜登則是一個 基本上沒辦法被喜歡的人 他以前開什麼玩笑啊 說什麼 Let's go John 但是現在他只是一個易怒 然後不知道在氣什麼的人 然後到處說別人是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 說這個國家一半以上的人是法西斯主義的神經病 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時候的混亂以及紛爭 可以由一個廣告完美的詮釋 一個Pizza Hut的廣告 當時的國家有關於災難 是說他在濟濟艦上的災難 是 stone苦惡 那是因此人對此 部闡他有了 分手 是因此是因此 那是因此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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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izza Hut的廣告就是蘇聯解體的完美詮釋 甚至比柏林牆倒塌還要真實 一個蘇聯解體時最後的領導人 在一個Pizza Hut的廣告上面演出 這個Pizza Hut是一個來自西方世界資本主義連鎖的Pizza Hut 就算當時蘇聯的混亂政權腐敗各式各樣的衝擊 帶給俄國人的卻是經濟自由跟更多的機會 他們覺得共產主義之底下我們的經濟衰退了好幾十年 冷戰的結果就是我們槍跟子彈比人還要多 人卻比能吃的食物還要多 但是我們俄羅斯人要的是自由市場 我們要讓經濟再度成長 戈爾巴喬夫這個人的人生的爭議性很大 但是這個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件事 就是經濟成長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要不斷的創新而且製造繁榮 一個社會只要繁榮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就好像一個球隊不合最好解決的方式 就是打贏比賽一樣 現在我們失去了繁榮 因為美國經濟衰退到一個不OK 因為我們現在是40年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 各式各樣的經濟失調 導致我們一直以來都存在的文化拉扯 全部都爆出來 因為這就是人類 這個就是人性 只要有事情發生就會推卸責任 把所有的問題都關到其他人的身上 這個時候一個好的領導人 就應該出來承擔這些責任 來化解人跟人之間的衝突 但是我們的領導不一樣 我們的領導反而是親自的製造矛盾 他叫這國家一半以上的人 是法西斯主義 然後書來說 我們這些人應該要放棄我們的槍支 放棄憲法第二修正案 說我們不可能跟政府對抗啊 我們至少要有F-15戰鬥機在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想要的話 我們政府如果想要的話 我們政府想要對付你們這些人的話 我們就直接大軍壓進 把你們全部殺光就好啦 你們這些人民憑什麼不服從 你們活著是因為我 Joe Biden 仁慈啊 你懂不懂啊 以下是他在跟人民說 他就是神 他想做什麼就是什麼 政府就是神 我們再不聽話 放棄我們的人權的話 就會被懲罰喔 憲法第二修正案就怎樣 我想要的話 我想奪走就奪走 你想不相信 對方的權力 是不 Usually 是很無能 現在總之無法購買 però你不能跟那些手機 你不能夠買一個 兩手機 還有一些 那些真誇張 美國人 學會說 是不關於 保持美國 保持安全 安全 安全 想要戰鬥 中共 對方 你需要一批 F-15,你需要一點點東西比槍 我不是在玩笑,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們所用的方法,我們所用的方法 他們在撞到誰? 他們在撞到這些人,在我背後 首先,他在這邊說的事實全部都是錯的 現在在美國你還是可以買大砲 美國從建國到現在一直以來都可以買大砲 如果你要的話 還有,如果你要跟美國政府對干的話 你至少要有F-15戰鬥機 只有一把槍有什麼用? 是齁 那阿富汗咧? 越南咧?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越南有一群農夫 或者是阿富汗有一群牧羊人 拿著冷戰時期的槍 甚至二戰時期的槍 就把你這個自由世界的領導打跑了 你還留下來了上億的美金還有武器 跟現金還有夜市鏡在那個地方 在這個末日的假設情況下 美國變成了一個獨裁的暴軍治國 然後開始屠殺美國人 首先你覺得會有多少美國大兵留下來幫你 我認識的美國軍人,不管是哪個部門的 絕大多數都是愛國者 都是憲法的守護者 他們不會想要對著自己國家的公民開槍 他們不會想要對著自己國家的公民開槍 會想要對我們開槍的那些人 他們就不會願意去當兵 這就是為什麼 美軍現在找不到人 第二個你覺得 你覺得在阿富汗一群那些牧羊人 可以打了二十年的仗 然後打敗美軍 然後你覺得 手握全世界火力最大 最多槍支 槍比人還多的美國人 會無法抵抗你美國政府 我覺得我們可以喔 我不太相信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不管怎麼樣 像Joe Biden說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威脅 在這邊說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政府要幹嘛的話 就可以直接碾壓任何的美國人 這個說法 外加上他說 一半以上的美國人都是法西斯主義 說一半以上的美國人都是種族歧視 然後說 川普跟川普的支持者 都是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 各式各樣的東西 外加上他呼籲 如果父母不接受學校幫小孩變性 讓小孩在什麼都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 就做變性手術 把神給的升職器破壞掉 如果父母不接受的話 就是國內恐怖份子 還有拜登使用FBI 來殲滅抹黑造謠自己的政敵 外加上我們的經濟崩潰 還有國際影響力銳減 這個就跟1989年的蘇聯解體的前戲 是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的角色互換了 我們現在才是蘇聯 可悲的是我們沒有像戈爾巴喬夫那個樣子的人 來當我們的領導 認識真的有問題 然後要來改革 要來放棄某層面政府的權利 也就是說拿戈爾巴喬夫來跟拜登比對 簡直就是在侮辱戈爾巴喬夫 而且我還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好的領導 甚至我覺得他是個失敗的暴君 但是拜登連他都不如 不只是我這樣想 就連左派都這樣說了 就連CNN都這樣說了 說總統夠囉 不要再一天當叫別人法西斯了好不好 這對你好像已經沒有幫助了 人好像都已經看出來你到底有幾兩種了 人們主無法adi 要求اف齊 人是不容 會有為中途子 office of president and in what you can absolutely call out the dangerous toward democracy but it makes obviously perfect sense for someone like senator a syndicat because look we're in new hampshire forty more than forty percent of registered voters are independents right i mean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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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ty and change of republicans democrats are the third category among registered registered voters so she needs to be able to reach out and that language doesn't help her do that and actually you're being kind in terms of trying to parse and put what he said into a certain context the takeaway from republicans is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campaigned on won on and was sworn in on a message of unity lowering the temperature and bringing this country together just called half of the country fascist and you can parse it how you want but that's the takeaway and then maggie hassan was right he painted the republican party as a bunch of fascists isn't a one-time thing i mean biden has all the precision you know of a surgeon with a i mean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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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blicans wouldn't go along with his bill to federalize all elections he said well you're either jefferson davis or bull connor i mean his natural instinct is to go to an extreme insult sort of so you're either racist or you're a fascist especially if you can't think that's all right this movie will be seen with both Brian Cummings had a lot of views of FViu'ma with his influence on the screen 髒谷都同仇敵凱 通常这种左派频道的节目都是一个假保守派一个rino在那个地方说一堆我们都不同意的 最常就像的view那个节目一样就在那边说我是保守派我都看不下去了在这些议题上面我虽然是保守派但是我选择跟左派站在一起 因为这个才叫做正义 这叫社会正义 不是耶 刚刚CNN 整个节目时候的人都在那边说 拜登现在太超过了 讲的东西没有帮助 而且有在分裂人 又在那边生气 然后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说他现在说的话 好像不是一个手握大权的总统 应该要讲的话 这是CNN 难道CNN突然良心发现了吗 不可能 然后他们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了吗 做梦吧 他们会这么说 是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已经不再得到人的支持了 他们看到整体的情况 整个情形 看到了11月选举的时候 选票上面的名字 他们看到美国人真正的想法 民调 然后发现说 我们好像方向有点错误 好像支持我们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不能再一直被左派牵着鼻子走 再走下去的话 公司的营业额会变少 因为整个民主党的领导 民主党的方向 好像越来越没人气了 越来越美况愈下了 Joe Biden虽然嘴巴上说要合一 但是却一直不断的制造分裂 不过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想法 他的确是促成了合一 左右派 保守派 自由派 几乎都快要笃定一件事即将发生 而且Netflix 还拍成了一个电影 这个还是电视剧 我不太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不看Netflix 因为是个左派公司 所以说我不支持他们 而且他们拍的电影 都还蛮烂的 不过这不是重点 这个影片 这个电影还没出来 不过宣传片已经出来了 这个电影或者是影集叫做 Athena 雅典娜 是在讲一个内战 住在法国的中东人还有黑人 联合起来推翻了法国的政府 然后这个宣传片是法文的 所以说我就来用这个 我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 来讲解给大家听 这是一个不知道是中东人还是哪里人 不太确定 然后一直有一堆字从他这个旁边弄出来 然后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他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地方 旁边都是暴力啊暴动啊一群人 这句话是来自于希腊哲学家叫做索福克勒斯 意思是当命运袭击时 没有凡人能逃过不幸 那这在说什么呢 就在说这是命运 这个是天意 法国会有一场以种族为主的战争 最终会导致法国政府还有社会崩溃 然后法国会分成两派的人 一边是法国人 一边是阿拉伯人跟黑人的联盟 这很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个这是来自于Netflix的电影 这个是左派他们眼中的社会方向 那这个是左派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种族歧视 种族一定会有战争 然后被压迫的种族会有个联盟 然后起来推翻这些压迫者 就是白人啦 推翻整个压迫者的社会制度 那这个他们已经讲了好久了 然后右派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天哪如果说我们不断接受这些 不断无条件接受这些移民的话 我们不断接受他们成为美国人 但是他们不了解美国文化 他们不了解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有些连英文都不会的话 我们不断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不断接受这些不好的 然后没有准备好的移民的话 我们最终就可能会有一个种族 还有文化的战争 这个样子很糟糕 这个宣传片最酷的一个地方就是 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 在这个纷争上面 左派、右派、保守派跟自由派 是完全合一的 双方都认为会有这个样子的战争 不只是可能 甚至有些人觉得是一定会发生 在这边索福克勒斯的话 说这是一个命运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跟右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保守派的人像我在这边 就是说这个很糟糕喔 最好不要发生 我不想要看到这个样子的战争 这样子的东西很可怕 但是自由派的人认为说 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会是一个英雄事迹 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 这个反而就是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左派跟右派是完全活在平行宇宙的 自由派说一件事 一个想法 然后保守派说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同样的想法 保守派的人 我会被说成是神经病阴谋论 自由派的就可以随便说 甚至会被拿来庆祝 而且拍成电影 把他们变态的欲望变成公众的娱乐 但是当保守派说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甚至是在说这是一个警告 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好 很糟糕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说 我们起人忧天 我们神经病 总之就是有些事情是 自由派的人可以说的 而且保守派的人是 连讨论都不能讨论的 当然也有保守派的电影是这样拍的 有一些什么基督教末日的这个 末日启示录的电影 但是都会被说成的是法西斯主义 新纳粹 宗教狂热分子 宗教狂热 然后左派拍出来这样的东西 就是好的 就是美丽的 好友爱 是振奋人心的 这个是很可怕的 当我们活在一个世界上 然后我们唯一合一的方向 是内战 种族战争 社会崩溃 暴动 而且双方都认为这是命运 而且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这个样子想的时候 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继续走 最终就真的变成无可避免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很多人说 AI News是保守派的频道 说是个右派的频道 这样说其实也没错 但是不完整 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频道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 或许我们离末日真的很近 启示录上面的事情 真的就是无法避免 因为这就是耶稣说必定会发生的事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 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去爱神 还有爱人如己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 把正确的价值观传达给那些世界上的人 政府永远都会促成战争、纷争 就像我们 我跟Falicia 从小就被教育成彼此敌对的敌人 我们怎么可能合作 怎么可能会一起开公司 怎么可能两个人一起肚子饿 然后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 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经 我们有耶稣 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就会是相同的目标 这个就是神真正要的合一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 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要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世界乱成这样 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 唯一能带给世界真正和平的、平安的、喜乐的 就是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福音叫做好消息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过去两年 因为防疫的缘故 不单大型活动被迫取消 教会的聚会也转到往上进行 最近由于疫情开始放缓 教会也陆续恢复聚会 这正是传福音及鼓舞弟兄姐妹 重新回到神家的良机 适逢南加州脚生步道会30周年请 脚生将于9月10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 在洛杉矶台服基督教会 以及9月24号晚上7点在国际大使命教会 呈现一出以反映现实为题材的音乐话剧步道会 除了舞台剧 这次聚会还包括音乐和敬拜 由叶郭立香牧师指导的水仙合唱团 也将在聚会中现场 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两场压轴好戏 让我们一起在步道的事工上重新出发 一起参与后疫情时代的福音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